歌手总决赛冠军没有悬念,华晨宇有心理准备,张韶寒期待再会。 这几年,每年的第一个季度,芒果还真的毫不热闹,原因就是歌手这档节目给我们带来了音乐上的饕餐盛宴,每一季都给大家带来了惊喜。 2018的歌手已经进入尾声了,还有两周就是总决赛了,关于冠军人选众说纷纭,但是业界认为,总决赛的冠军没有悬念,从以往几季的比赛来看,套路都大同小异。 为什么说套路?当然,这里不是说比赛有什么内幕,而是说比赛不是仅仅比这么简单,因为它还与诸多因素有关。 比如品牌的影响力等等,自然比赛的结果也不会有很大的反差,可能在比赛过程充满各种悬念和不解,但到最后揭晓名次的时候,就成了大家欢聚的盛宴了。 歌手们其实在签约加入比赛的时候,就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了,看看这期加入的华晨宇,他早有心理准备,他能做的就是把作品完成好。 给前辈们一个好的印象,张韶涵在接受采访时,就说过,期待比赛会有更多精彩,但是他在这个舞台不会过于讨好观众。 而是唱自己想唱的歌,这也是他来这个舞台的意义所在,也是他唱歌的初心,所以比赛结束后,他期待以后能有机会和大家再会,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。 关于冠军话题的讨论,汪峰、Jesse J,华晨宇独是大家心目中最热门的人选,但是业界为什么说冠军没有悬念了,那又是谁呢?可以这么笃定他或他就能走到最后夺得冠军吗? 这个人就是汪峰,也许有人会说他的平常表现明显不及其他两位,怎么就没有悬念了,这个原因就是前面所述的那些。 毕竟这还是一个综艺节目,不是光看平时的表现就能担负起冠军这个头衔的,背后还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,再说汪峰所唱的歌就不是以心用来争夺名次的。 他被大家号称豪哥科普园,原因就是他在用心唱歌,诠释经典和把一些埋没的好作品推广出来,面对这种情况,大家心里都有数。 比如华晨宇早就有了心理上的准备,张韶涵也是专注表演自己的作品,期待以后有机会再会,那才是他所向往的。 那么单负冠军这个头衔需要考虑那些方面的因素了,首先是节目效果,即充满戏剧性,然后就是节目收入,比赛的火药味还是要有的。 不能表现得太没水准,其次就是节目品牌效应,好为之后招纳更多优秀或者顶级的歌手加入,包括引进国外的歌手加入。 最后就是照顾歌坛的生态平衡,综合这四个因素,业界认为汪峰成为歌手最后的冠军没有悬念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义。